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上教大家如何利用套件來寫深度神經網路 那之前的課都是理論課啦 那從這節課開始我們就會教大家實際上開發用語法 那所以之前的課聽不懂就算了 那這節課開始如果說那個練習題啊 練習題你會覺得有點困難 我就建議回家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學開發啦 如果你不想學開發你只是想聽聽就算了 如果你真的想學開發這個回去練習題是一定要 你第一次聽你沒有辦法做出來但是你總是有一天要做出來這樣子 好那我要講一下就是我們用這個 呃我們在之前的課程的講解裡面你應該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深度神經網路它本質上是很多個函數的連續連續集成 什麼叫連續集成就是它會分不同的layer 就是首先我要先經過一個限制就是限制運算函數 就是L函數 再經過個非限制轉換函數 有時候我要經過dropout 就是它是好幾個函數的連續運算的最後出來的結果 對吧 它本質這樣 那這個 這個 好幾個函數的連續這個函數有沒有什麼條件 有嘛它有可微分 不然我們之後不能有連續連續對不對 好 如果你這些都了解的話你就會知道說 那其實 其實東西都是寫好的 我可以直接去找 我可以直接去找這個 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人已經把這些函數 該解的 大部分函數的微分都已經解好了 那我只要直接應用就好了 所以大部分的 神經網路 實際上我們在做開發的時候 我們不會再親手去解微分 雖然我們理解那個原理 我們會用人家寫好的套件來做 這個如果你之前有上R源的課程你就知道套件的概念嘛 就是人家已經把輪子都做好了 我只要去使用那些輪子就好了 我不用重新發明輪子 好那 我在這裡我教給大家套件是mxnet 這個套件 那 之後你在R 因為你們都是用Server 對不對 你們用Server其實非常簡單 Library mxnet 你就可以用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它來寫 那當然如果 你要用自己的電腦來做這件事情 那就會非常的困難 你必須先安裝這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安裝方式啊 跟一般的這個套件 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你只要用CPU的話 那其實安裝方式還蠻簡單的 如果你要安裝GPU的話 你要自己來看這個 這裡 好 那我要跟你們講說 這個我就不看了啦 好不好 就是 如果你要安裝GPU會比較難 那我要跟你們講說 你要安裝GPU的前提是你要先買GPU啦 GPU其實不會很便宜 這個 假如說 你們現在在 課堂上課堂伺服器用的GPU 大概至少是30萬起跳了 那 如果你們要自己買 假如說這個 比較便宜的 那大概 反正5-6萬也是跑不掉啦 那GPU的速度 可能是CPU的10幾20倍 甚至30-40倍以上 所以這個 就是 大概你要知道有這兩個版本的差別啦 那當然 我們現在有 SERVOR我們一定是用GPU啦 就速度比較快 好那 我要跟你們講是說 經過 之前的 就是經過之前的大概的介紹 我們應該 非常了解 如果說你 就是那些我的 就是我自己寫的那些函數 你都看得懂 你應該非常清楚 我們首先 要先產生DATA 你要有DATA 然後經過 把讓那個DATA經過那個預測函數 然後再從那個預測函數 那個導函數 然後從這個 最後一層的LAYER 往前求回來 這樣才算一個循環 所以 首先 你在寫MXNET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三大元素裡面有個東西 就是在產生DATA 產生DATA Iterator就在產生DATA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這個是拿來產生DATA的 好接著 你必須去定義他的預測函數長什麼樣子 MODEL ARCHETECTURE 你必須去定義這件事情 那這個定義包含了他的損失函數要長什麼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吧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從最簡單的線型回歸開始啦 這樣可以 好最後 你必須知道他在 他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他用的是什麼優化方法 優化方法有哪些 這個 就是傳統的T度下降法 帶慣性動量的 對不對 還有ADAM 對不對 ADAM那個PEPPER好像被引用9萬多次啦 好 所以說 這三個方法都指定了以後 我們才有辦法使用MXNET這個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前面的理論課 銜接到這裡來 你就是知道說 為什麼他需要有這三大元素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Iterator我們要怎麼寫 就是我們現在產生DATA嘛對不對 以往我們要把東西丟到套件裡面 以往我們把東西丟到套件裡面 都是 直接我們把DATA準備好丟給他他就做了嘛對不對 但現在你發現不是啊 這個 我們現在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 發現 MiniBench MiniBench的這個 T度下降法 他比 FullBench的好一點 你用小樣本的是比較好一點的喔 所以你要不要 在Iterator裡面去指定說我現在要 抽出一個 小Sample出來給他 那怎麼個抽法比較好 隨機抽比較好嗎 不見得 我們前幾節課是不是有教 如果你的Case跟Ctrl 個案數差異很大 你搞不好 你搞不好保證你每一個Bench 是 一半的Case 一半的Ctrl 所以這個變化是不是很多 但是這個變化再怎麼多 你大概都可以感覺出來 這是資料處理上的能力 什麼意思 什麼叫資料處理上的能力 就是 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你 你的 你在 假如說你上個學期阿源課程的基本功 你就可以用到這裡來 如果怎麼樣抽A ASample 怎麼樣抽BSample 這個 這些變化 怎麼樣做前處理 這個都是 基本功啊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這個 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要把Data讀進來囉 我們現在把Data讀進來 今天是第4課 我們把它讀進來之後 這個Data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先讓我們執行線性回歸 好首先我先把 我產生這個Subdata是什麼意思 我 不要 這個假例子有NA的 不要年齡有NA 不要Rate有NA的 所以我等一下就用 Edge跟Rate去預測假例子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這個 我想要 我的X長成這個樣子 看著我的X 結局 我需要一個結局向喔 結局 年齡 然後 心跳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數一下 我把 X 把它做了一個轉字 做了一個轉字 我現在給你看一下我的 Dimension X Array是 2 3184 2是什麼 2這個維度是什麼 年齡跟 Rate對不對 他本來的維度長這樣喔 本來3184在前現在3184在後喔 注意你在用mxnet的時候 他的 維就是他的這個 維度的這個就是 他的 資料的這個格式的這個形狀 跟你以前在R裡面習慣的不一樣 他變成是 Variable在前 然後 那個SampleSide在後 SampleSide永遠都在最後一個喔 這個東西你要記住啦 之後你用習慣了 你就 你就會知道每次在做之前都要轉換 好同樣的我的Y Array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Dimension 他的Dimension是 11乘以3184 所以我這個東西經過一些運算之後 就要變成Y Dimension 然後跟Y做這個 呃 就是 損失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可以接手喔 好這裡到這裡為止有沒有問題 我現在都在講定義啊 應該要有問題也不容易啊 如果你的問題說為什麼他要定義成這個樣子 那我只能說他套件一開始寫好就是這個樣子 好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讓我們來編寫一個Iterator 這個Iterator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Iterator Core 他的這個格式就是長這樣子 你不要問說為什麼要用這個格式啦 就不然你就不要用這個套件嘛 他套件定義好的格式就是長這樣子 好這樣可以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格式裡面有哪些東西是要改的 裡面有個Bench等於0 BenchPerEpoch 等於一個東西 Reset Iter.Next Value 這五個元素 的名字 是不能改的 還有最後這裡也是不能改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能改的喔 名字也不能改喔 但是他裡面是可以改的 裡面是可以改 但是有哪些地方要改 哪些地方要重要的 首先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你每次是抽一個subsample出來嘛對不對 那做完幾次算是一個 一代 一個epoch就是 一代 一代的意思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什麼是epoch 這個有沒有人還記得 這是什麼字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在這裡是什麼意思 李君和你回答一下好了 一怕個是什麼 全部都做了 什麼叫全部都做了 因為你覺得 總共有3200的 才是從3200的 一般100字 好 他講的是對的 來我們再 如果你忘記了 如果你忘記了 這個查單字是沒有用的啦 好不好 因為這個字是 這個字是 就是查單字是沒有用的 如果你忘記了 請你回來 來 請你回來這裡看 來我這裡 我上節課其實 欸我 忘記是上節課還是上上節課有講 這個 深度學習嗎 欸 應該這裡吧 欸不是這裡嗎 是 第三課嗎 這裡 啊這裡 來一個 epoch是什麼意思 A fall pass over the training set 所以李君和剛剛講的是沒有錯的 這樣可以啊 我跟你講就是你們現在這個查單字是沒有用的 因為 因為這個字他就是有一個 在這個領域裡面他就給了他一個特殊的意思啊 所以你很不容易查到啦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既然剛剛李君和講的是 如果今天他有3200個樣本 每一次抽100個那做完32次就結束了 或者每一次抽32個做完140就結束了 所以 你的bench per epoch一定是 這個 總樣本數 這個是 這個東西我拿到的就是總樣本數嘛對不對 總樣本數除以我的bench size 這個bench size是到時候我在決定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 他在函數的 函數的輸入參數 所以這個bench size等一下我指定的喔 所以這樣這一行你要改成什麼樣子 你這樣的idea了吧 你可不可以直接指定100 也可以只是他不是epoch 他只是你自己定義的一個代 epoch的定義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就是那個樣子 這樣可以 好 那你了解這件事之後來這裡需不需要改 這裡不用改 這裡不用改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說他每一步都要做什麼意思 但是就是 你要知道這個不用改 這個不用改 這裡要改 就是以後你換一個sample 的時候這裡是需要改 好接著 eter.next 這裡也不用改 這裡也不用改 一個字都不用改 你還有哪裡需要改的 除了這裡以外 你只需要改這裡 你要去定義說 每一個bench我要給他的sample是長成什麼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 首先idx等1到bench size 加上bench-1 乘以bench size 所以bench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1 假設bench size等於20啦 bench等於1的時候是不是1到20 idx就等於1到20 bench等於 2的時候勒 這邊就20嘛 20加1到20 所以21到40 對吧可以接受吧 bench等於3的時候勒 40 40加1到20 41到6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idx代表的是 我現在 想要的 樣本是第幾個到第幾個 這樣可以吧 接著 如果 因為你總共就3184嘛 對不對 那你會不會發生這個 你覺得說你一次用20個 那你如果要用3181到3200的時候是不是會出問題 所以這裡他來說如果idx的數目他比 這個 原始的數字就是 總樣本數還要大的時候 我剩下的我就用 我就 從前面隨機抽 抽上來給他 注意喔 這兩個 就是在定義我要用哪一個樣本對不對 那你如果你想要 那個如果你想要balance的這個就是sampling 就是你case跟control要抽一樣的 你在這裡就是要設定成 case的number先抓出來 control number再抓出來 抽一半的case 抽一半的control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邏輯上要清楚啊 你程式不見得要會寫 但你邏輯上要清楚 那你程式不會寫這個 可能是跟前面這個r圓的這個基本能力有關 我們到時候會給大家非常多的範例啦 就算你前面r圓 學的沒有非常好 你在這裡一樣可以 知道說這個balance sampling要怎麼做 好這樣可以吧 但你要知道前面我是在抽sample 抽sample的數目 當我決定了以後我是不是就可以把xarray 我用idx 他是不是索引函數 我可以把那樣的data把它叫出來 索引函數就用到了 叫完了以後我需要把它丟到一個特殊的 函數裡面叫mxndarray 你在做mxnet的時候你需要 運算的 矩陣的格式是mxndarray 所以我要用這個函數把它包起來 好同樣的我在yarray 我一樣把它抽出來 就是這樣的 抽出來之後data跟label 我就把它report return出來 好所以 iterator core這個函數 以後你要用的時候 要改的地方不多 而且要改什麼你應該非常清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接著當你寫完這個函數之後 下面這個函數 完全不用動 完全不用動 你以後未來有可能要改的地方在哪裡 你現在在iterator core這個函數 你只有benusize這個 參數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給他加參數 如果你想要做augmentation 你想要給他做一個 隨機的變化 你想要讓他的 年齡 正負一個 假如說 抽一個0.1標準差範圍內的數字 rate也要抽一個 那你這裡需要給一個sd 那你這裡多了一個sd 他下面是不是可以做一些augmentation 好 那在這裡你就要給他在do點 一個sd 然後在這裡 也要有個sd sd sd 在這裡也要有個sd 等於 default是0.1 類似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我把他還原回去了 因為我實際上我沒有這個東西嘛 好 你這兩個函數寫好了以後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注意件事情哦 我現在要教大家正規的 程式語言的操作 的運算方法 我通常會先開一個資料夾 注意一下我所有的動作 你這樣以後才會好做 我通常會先開一個資料夾 model model 001好了 代表我是第一版model 對不對 然後我把這裡寫好了以後 data讀進來 做了一些操作之後 iterator core iterator function 這樣我還沒寫完啦 這樣 接著 我會還想要把 這個東西把它寫下來 請你按儲存 存到model 001 然後這是 iterator 好 這樣你的model 001就 iterator這個語法囉 那所以你 這個語法你全部 你現在 清楚 sauce以後 你是不是就出來 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這個 myiterator 這個 myiterator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是什麼你現在不要管 這個物件是一個 c語言的物件 因為mxnet是讓我們連接 r元跟c語言的一個媒介 那這個 這個 連接媒介這件事情不用管 你不需要學會c語言 我今天要教你們用套件就是希望你不要再會去學另外一個語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這個myiterator我們要怎麼用呢來你看喔 myiterator 前號reset 你就可以得到你你什麼都沒有看到對不對沒有關係好接下來 myiterator myiter next 他打true了對不對 好接著 你打value 你看到了嗎他出現了這個樣本對不對 這個樣本就是第一個到第20個樣本 你現在回頭看 5212 6676 5126676 對吧可以吧 第1到20 來注意喔 你打下 Iter next之後你再打一次value 他就換了他換成了第21個到第40個樣本喔 所以這個myiterator就是mxnet所需要的iterator 你把這個語法寫完之後你就不用管他了 你 當然你要怎麼操作myiterator這件事情 我剛剛已經示範給你看了但你現在不需要管喔 你以後要做mxnet的操作的時候你只要把 這個部分寫好就好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就這樣就好了喔 好接著 來我接著我要寫model architecture 這樣可以吧 好同樣的 我現在希望你 先開一個新的語法 你不要把他混在一起 把他混在一起以後你會非常難維護 我希望你開一個新的語法 architecture 好這是空的現在看到了吧 有iterator又architecture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architecture請你去定義 請你去定義 這個 函數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首先 verbal是開頭的意思 就是我現在要產生一個新的 變數 verbal開頭 有一個data 有一個label data 這個data這個名字 必須跟 這個名字 完全對應 label 必須跟這裡的label完全對應 如果你這裡叫label1 請你這裡也要改成label1 這個名字要對應啦 這個名字是物件名稱 物件名稱隨便 這樣可以吧 這裡這個名稱隨便的 但這個名稱 必須百分之百跟這裡對應 這樣可以喔 因為這樣他才知道要叫什麼 好 首先我產生四個東西 data label weight 跟bias 那我在運算 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是什麼意思 全連接層 我們之前 上課的時候用到的l函數 l函數就是全連接層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l函數需要什麼東西 l函數需要一個w對吧 w就是他的weight 那bias是什麼東西 他的拮据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在fully connected 我們需要輸入三個參數 你需要告訴他input是什麼 這x是什麼 x是data 請你從data這裡 取得資料過來 那他weight叫什麼名字呢 就叫weight bias叫什麼名字 就叫bias number of hidden 等於1 number of hidden是什麼意思 這個 這個d 你輸出幾個維度 你輸出一個維度 你輸出一個維度 然後你不做任何處理 這就是線性回規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no bias等於false 你都給他bias 但no bias是false 有時候 某些情境之下 等一下我們之後會交了 有時候你不希望他有結局像 但現在原則上我們都希望他有結局像 這樣可以吧 這個東西的name叫做predict y 好接著 這樣子你的預測函數是不是定義完了 因為我現在要做線性回規喔 所以我線性回規他就只有一個簡單的fully connected layer 出來就是predict y 這就是我的預測值了嘛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函數的預測值 接著我要做 我可以用 mx symbol.invert.shape 來確認他的輸出維度 我先這樣全部執行了以後 我可以用這個函數 注意這個函數怎麼用 把你剛剛的predict y過來 然後data input是2.20 因為我每一次抽20個sample上來嘛對不對 他會告訴我他的output shape 是120 有時候你到時候你的神經網路很長的時候 你可能要確認一下現在 神經網路output的樣子跟我想的是一樣的嗎 你可以用這個函數來確定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接著 定義損失函數 來定義損失函數我們看喔 來variable 這是我們學到第一個函數對不對 你在定義articulture的時候 variable是第一個最重要函數 第二個最重要函數是fully connected 這些函數就是你要記住啦 因為你以後會非常常用 你要建構神經網路的時候一定會用到這些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 好來再來 你接著predict y有了以後 我的predict y 是不是要跟我的label 做什麼 相減 因為我殘差平方核要先相減嘛對不對 相減的函數是什麼 mx symbol 然後這個minus minus就是減法 這樣可以吧 你知道mxnet有多少函數嗎 你可以打 mx.symbol點 這邊所有的函數 就是mxnet預先幫你做完微分 的 所有運算符號 這樣都會知道 之後我們會慢慢學到了 你不用 你現在不用去背了 我跟你講真的 我也從來沒有用完過 就是那些那些函數我也從來沒有用完過 我不是每一個都有用過 所以常用了幾個會了就可以了 好來 相減之後產生residual 對不對 residual之後要做什麼平方嘛 來square 接著就square 平方 平方完了之後勒 平均嘛對不對 平均 min 那我的min residual 這樣我得到了對不對 來做一個 AXIS 等於0 這是什麼東西 你要對哪一個軸做平均 對0個軸做平均 來我要跟大家講喔 我們這裡的維度 mxnet的維度 0 1 他要從這裡右邊數到左邊 然後是從0開始 所以之後如果你的維度有4個軸的時候 他就是0123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你要對0個軸做平均 為什麼因為你現在output是21嘛 你要對這20個sample size做平均 所以你要指定我的維度是0 這樣可以了解吧 0是這個維度喔 我現在解釋都非常詳細啦 你可能會記不住但到時候 你可能會不小心想起來 喔原來我剛剛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影片會錄 好接著 你把 平均了以後勒 你就可以告訴他這就是我的loss了 所以我make loss make loss mse loss 等於 這個東西直接make loss 就是最後這就是我的loss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 我的 這個invership我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invership就是 我全部執行到這裡 好他output就是1嘛 他只剩一個數字啊 這損失必須只有一個數字嘛 不然我要怎麼多話 這樣可以了解 好 所以我的mse loss 我的arch teacher 我就已經寫完了 上面是預測函數 下面是損失函數 這樣可以吧 這些什麼label什麼的 你都是要先寫好的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都是對應到的喔 好所以 arch teacher也寫完之後 接著我就要指定優化器對不對 優化器的指定這個 比較簡單一點 你就是基本上就是二選一啦 我們上課也不要上太多有的沒的 我們就是跟你講 你要嘛就用adden要嘛就用sgd sgd sgd是stomatic gradant increase 随機梯度下降法 隨機梯度下降法 這個 什麼是隨機梯度下降法 就是你那個帶貫性動量那個 梯度下降法 就是隨機梯度下降法 他那個隨機是minibench的意思 不是 貫性動量 的意思 好 那你要嘛就用 sgd要嘛就用adden 這樣可以了解 那你adden的話你就要指定他的beta1,beta2 各是多少 rending rate是多少 好 這一些參數 都是我之前在上理論課的時候 你應該要知道他是在做什麼 beta1是什麼 是不是跟貫性動量很像 beta2是什麼 決定我那個 標準化梯度的那個 東西嘛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當然是可以去調參數 但是正常的狀況下來講是不用調 反正default認為0.9跟0.999這個配合很好 那就這個樣子 不過在我們上到大概第13第14克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神經網路比較複雜 你會發現這裡我們可能必須要調整一下 那正常來講你不需要去調他 這樣可以了 就好像貫性動量0.9就是0.9 這邊有個叫wd wd是什麼東西 adden的wd這個參數嗎 我們來看一下adden在哪裡 adden有wd嗎 adden有beta1有beta2 wd在哪裡啊 連這個東西都有啦 這個東西在這裡嘛 1乘以10的負八四方嘛 wd這裡也有這裡也有wd是什麼 有沒有人想的到 啊 weave decay嗎 答對了就是weave decay 為什麼 所以wd是 任何一個優化器都可以用 他是l2正則化的數字嘛 對不對來 來 你現在把這個函數用問號 欸沒寫 這個我實在是 這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耶 好沒關係 wd就是weave decay 這樣可以吧 我直接跟你們講就是weave decay 所以wd我現在設的是0代表我沒有做任何正則化 這樣可以吧 如果我想要做正則化 我是不是就做0.001之類的 0.00 0.01也可以 這個數字適不適合太大 不適合 對不對 所以你在調參數的時候 你對每個參數意思是什麼你要非常清楚 慣性動量可不可以超過1啊 不行啊 對不對 超過1會有問題啊 weave decay 超過1那也是搞笑了 對不對 而且最好數字還不要太大 這樣可以 你給他越大 你在過度擬核的時候 你發現過度擬核的時候你可以調大wd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你遇到什麼事情你要做什麼操作 你前面那些理論課就在教你這些事情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 所以參數不是 參數不是真的隨機亂調的 因為你學會一些事情 好接著 來 這個東西 我們把ofminer把他 把他那個 把他這個 我們就用SGD好了 SGD比較簡單嘛 來我們把 再開個R的語法 把他存到這裡來 好ofminer存好了之後這邊是不是有三個語法了 這樣可以齁 好請你都按XX 你不需要管他了你寫好就不要管他了 然後接著 你再開個語法 這個語法我喜歡他叫他wrong 你要叫什麼名字是隨便你了 但是這是我習慣的命名方式 來這個iterator 你按sauce了以後 這裡是不是有一串語法 請你把它貼到wrong這裡來 也就是說你每次在wrong model的時候 你需要先sauce iterator 在sauce什麼勒 architecture 在sauce什麼勒 offminer 好你這樣以後你只要按 你只要 執行wrong的時候 他三個語法就自動sauce進來了 這樣你比較好維護 你想要改data的 處理的時候你就改這個語法 你想要改architecture 換這個語法 你想要換offminer到這個語法來 這樣會比較容易啦 城市開發的時候 通常必須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以往我們在做r語法的時候 他都是交互 我做完一個步驟 我就可以看一下結果 但目前為止我們什麼結果都還沒看到 好我要跟你們講 正常的城市語言才是這個樣子 r語言是很特別的一種城市語言 適合初學者用 交互式的城市語言是適合初學者用 正常的城市語言都是 全部都寫完才可以一起執信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個比較難啦 所以一開始學的時候 我覺得r語言很好上手 就是這個樣子 好你在run的地方 你只要打上這裡 mxset sid 0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指定隨機種子 為什麼我要指定隨機種子 我的剛的過程中有什麼地方 我在神經網路的訓練中有什麼東西是隨機的 simple simple剛剛不是1到20 21到40嗎 哪有隨機 我還有什麼事情隨機的 我為什麼要指定隨機種子 起始值是隨機的 權重的起始值是隨機的 他有沒有印象 權重的起始值是隨機的啊 回到這裡來 我們在做w 我們在產生w的時候 w怎麼產生的 隨機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隨機產生的喔 w是隨機產生的喔 所以我要set seed 0 我才有辦法保證我每一次做出來的答案是一樣的 不然我每一次做出來的答案是不一樣的啊 你現在我們做個現行回歸每次做出來的答案都不一樣你可以接受嗎 好你現在可能要慢慢接受了 這樣可以喔好 來 這個函數 mymxmodel.fitforward.create 這個 actature的部分 我要輸入mse loss 這就是最後執行下來這個mse loss x等於myether 所以你注意喔你在輸入到這個函數之後這個 Iterator 你一定要是我們指定的樣子喔 你不是我們指定的樣子這個函數就沒辦法用 of minor my of minor 在這裡指定了 所以你看到了嗎 這個函數需要用到剛剛的三大人數 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arrayband size 等於20 這個20我們剛剛這裡指定了 但是你必須再打一次 這樣可以吧 CTX等於mxcpu 如果你嫌cpu太慢請你把這邊趕gpu 你是可以做這件事的 但是做線性回歸的時候cpu跟gpu速度差不多 因為太快 都是馬上要出來 對 number of wrong 等於200 這個200是什麼意思 我要經過200個epoch 我得到的答案要經過200個epoch 我才想要得到答案 你可以少一點 這個就跟你那個 number of iteration 之前有多少是一樣的 對不對 200個epoch 好 rock 好他正在跑喔 他這個意思就是正在跑嗎 這個 出來之前都還是正在跑對不對 對不對 怎麼那麼久啊 這個 再怎麼樣都不可能那麼久啊 這個真的久了離譜 這個 重整一下 欸 怎麼會這樣子 我電腦出了什麼問題嗎 這個 這不應該這麼久欸 我把它關掉好了 我把它關掉 我這邊改了10好了啦 我剛剛久的 久的我覺得太離譜了 這個 那我改完gpu好了 我來試一下 欸 他做完了做完了 好做完了以後來 LR model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就是他的 邪律 這一個就是他的結局 這weight的名字 是我在這裡給他的 Arctitial這裡給他的 weight跟bias weight的邪律 這個weight的邪律是什麼 第一個 你輸出的第一個走的邪律 第一個走是什麼 年齡對不對 年齡的邪律 這是什麼 rate的邪律 這是什麼 他的結局 讓我們跟 LM比一下 答案不太一樣對不對 可能因為我只有跑10代 好啦我給他跑100代好了 我真的 我真的怕太久了 奇怪怎麼會那麼久啊 這個 照道理我的電腦不應該那麼爛的啊 這應該是馬上就會出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那麼久 好不好 這個 這個 好出來了 好的數字有沒有接近一點 他也許還沒優化到啊 他也許還沒找到那個最小值啊 這樣從我意思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 MxNet比LM這個函數還要久 這是有原因的啦 因為LM這個函數不是用T2下降法 線型回歸可以直接解出來 對不對 可以直接代公式解出來 所以說他久一點 這是因為他是forT2下降法用的 好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200代的話答案會差不多啦 答案會差不多 好那就這個樣子了好不好 那你說答案不完全一樣可不可以 你如果你 還是在做統計的概念的話你會覺得不可以 但是在做機器學習的概念你要知道答案不一樣的是剛好 一定是會這個樣子 這樣好嗎 好接著 這樣可以了吧 這個 結果有些小誤差是因為我們做的是隨機T度下降法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把 SGD的 Learning Rate調成0.05 你會發現 這我故意的喔 我把SGD我剛剛是用SGD對不對 我剛剛的 我剛剛的這個Learning Rate是10的 負四四方對不對 我把它改0.05 儲存 RUN RUN完之後你發現NA代表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故意把 我剛剛如果調0.005 0.005也跑不出來啊 那0.005好了 再做一次 這個跑出來 Learning Rate 大 結果會爆掉 這是什麼發生什麼事 你的Learning Rate 寫太大了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就是問題了 你發生的T度爆炸 注意一下 線性回歸的導函數 裡面需要乘上X X在數值落差很大的狀況 他的T度會變得非常大 這是線性回歸的導函數 對不對 我在更新T度的時候是用他嘛 他需要乘以X 所以這個X數字如果太大 你就要小心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要怎麼解決呢 為什麼我剛剛T度 T度這麼難調 因為我那個X很大嘛 那我要怎麼把X改小 我可以把X先進行標準化再運算 怎麼要標準化 我可以先減掉他的平均值再除以他的標準差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來看著喔 我在Iterator這裡 我X做完之後 我先把我的Xarray 再做一個 scale 我現在的Xarray變成 我現在的Xarray是不是大概都正-1之間了 因為我做了標準化 減平均值除以標準差 這樣可以吧 好 但是你 到時候你運算出來的斜率 那就是標準化之後的斜率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在做實際運算的時候 你還必須把minx跟sdx把它留下來 minx是 minx在這裡 sd 是長這樣 你要乘上xd再加上min 你才有辦法把 標準化前的數字求出來 對不對 好現在 我繼續用0.05 這個時候我用0.05 就會正常多了喔 好wrong source 好看到了吧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你會說不對啊 當然不對啊 因為他是標準化之後 這樣可以吧 你可以跟標準化之後的線性回歸相比 數字差不多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 理解我的意思喔 好 好那 我們目前為止 這個 我們目前為止 你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剛剛這整套過程 我會給大家一些時間 把前面的過程全部走完一遍 至少你要存成這四個語法 然後再開始做 這有沒有跟我們 如果你是有學過R1 這有沒有跟我們寫ShinyApp很像 好這樣可以吧 好 寫完了以後請你先執行線性回歸 接著 你試著做 邏輯師回歸 邏輯師回歸你需要改哪些地方呢 Iterator的地方本來是 假禮子 我現在改成要用 要用 Edge跟Rate去預測LVD 所以這裡 你需要把 假禮子改成LVD 對吧 那接著 邏輯師回歸 跟線性回歸還有哪裡有差 Data當然不一樣 Data你當然要改 Architecture是不是有差 線性回歸出來就出來了 這就是預測值了 邏輯師回歸差了什麼 Sigmoid function 對吧 你需要做完線性回歸之後 你還要給他經過非線性轉換函數 對吧 好然後還有什麼不一樣 你也不能用 線性回歸的 殘差平方合的損失函數啊 你必須改成cross entropy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下面也要改 這裡也要改 Opminer需不需要改 不需要 T度下降法都是一樣 對吧 對嗎 這裡需不需要改 不用改 哦所以你發現重點對不對 你剛剛學了半天 MXnet學了半天 你發現 如果你要 更換到 他的主要結構是不變的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神經網路加的更深更大 你就是改Architecture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是不是變得蠻簡單的 上個禮拜我們在學那個 要如何做這個 一個深度神經網路 那個函數是不是長到你看不懂 是吧 現在你發現原來你只要這樣一層一層疊下來 就解決了嘛 你就要知道 SIGMOID的函數一定就是用他出來的結果 對不對 把他當input然後出來的結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我們把時間交給你 大概20分鐘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練習的答案要怎麼做啦 好不好 就是你要改的地方 非常簡單嘛 就是 你要把 你的 Y把它改掉 你本來 你本來這個 這裡是L 是K 是K嘛對不對 就是假離子 你現在把這一行 改成這個樣子 它Subdata改了對不對 Subdata改這個X是不變的嘛 對不對 Y Y其實也是不變的 Y就只是變0跟1而已啦 所以Y其實是不變的 下面完全不用動 那接著勒 來 接著你 這個Iterator是完全一樣的 你需要改的是Architecture 我們把這個Architecture把它貼過來 Architecture本來是線性回歸嘛對不對 改成 Data進來 Label進來 LinearPredictor等於Data進去 欸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這邊不指定它的Wait跟它的BIAS Wait跟BIAS其實不一定要指定 不一定要指定 因為重點是Data要進來 好 然後接著LinearPredictor之後經過Sigmoid的Function之後變成LogisticPredictor 這樣可以吧 LogisticPredictor進去之後來 首先 先取Log 加一個很小的數字 再乘上Label 1-P 加上很小的數字乘上1-Label 這兩個東西相加 加個負號 然後之後make loss 之後就出來了嘛對不對 好 好 然後 RUN在這裡 請你把MSE Loss改成SE Loss Cross Entropy Loss 好 Source 好看到了嗎 你是不是求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跟邏輯色違規 相比 邏輯色違規在哪裡 GroM來看一下 喔這數字不一樣是因為我剛剛有標準化 這樣可以喔 好所以 這樣子 基本的 要怎麼做你應該可以了解了吧 好 可是問題關鍵出來 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 要那個最大關鍵就是 我們剛剛求出來是係數嘛對不對 可是在做 深度學習的時候 係數重要嗎 求出來係數係係數重要嗎 不重要對不對 因為不可以解釋 而且到時候係數會很多 所以關鍵是你想要predict 對不對 那怎麼predict 不知道 好讓我們現在重新來 讓我們再更進一步 你已經知道基本邏輯了以後 我們現在來教你底層執行器 也就是說 剛剛的章節中我們很偷懶 使用這個函數 MX model feed forward create 這個函數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願望沒有辦法用他來實現 就要說預測 好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勒 我們來學習一下如何使用 MX net的底層執行器 來記得 Forward backward 過了程序 來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函數 如果點開你會發現他非常的長啊 這個我們不要管他啦 這個很難拆 我們現在就是直接來學底層執行器 來看著我們怎麼做喔 注意還是 改run的地方 我只是要把剛剛那個函數改掉 所以我前面三個 語法是不動的喔 前面三個語法是不動的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喔 好來 首先我們要先採用simple.bind 需要什麼data呢 來 你需要他的architecture在這裡 他的 兩個input 一個是data 一個是label 他的形狀是怎麼樣子 注意喔 我的形狀要求是100 所以我的iterator這裡要改100 這裡要改100 這樣我的形狀才是2100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我的 我是用cpu還是gpu gradient要不要寫出來要 要把gradient寫出來 好 接著 mxzc的0 來我先執行完這一行給大家看一下 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這一個裡面 他有個arg 全部都是0 還有哪些 parameter有data data我還沒填進去嘛對不對 他目前的weight跟目前的bias都是0 label當然也全部都是0 所以你看他完全沒有填東西嘛對不對 好然後來看著喔 這邊還有個東西叫AUX 這個什麼裡面什麼都沒有 之後這個東西裡面會有東西喔 好然後我要先 隨機產生一組 parameter 用的是這個函數來隨機產生一組parameter 怎麼產生的一樣 cdoss input shape data等於多少 label等於多少 output shape沒有 好我們隨機產生了以後我們來看這個東西裡面是什麼 他裡面是不是有arg parameter linear predict weight linear predict bias 這些對不對 看著喔 我做update 我剛剛的這裡面 他全部都是0對不對 我update arg array 這裡面我把new argument 這個 套件裡面的arg parameter把它update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他的arg 這裡被我填入數字了對不對 這裡被我填入數字了 好這個aux這個不用管他啦反正aux現在沒有東西嘛對不對 好來 好第三步 我們 必須要用 剛剛的updater 剛剛的這個upminer 產生一個叫updater這個東西 這種東西之後你都不太用改啦 那你需要把 當前的weight把它存進去 這是當前的weight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所以 這些以後都不太用改喔這個shape要改 這個名字也許需要改 但如果你都是data跟label就不用改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來 這裡我們在做什麼勒來看著喔 首先 我們在 開始的時候我們都先myeter reset reset他就是bench回到0了 從頭開始 來wile回圈式 這個東西你還有沒有印象你這樣就會一直打觸嘛對不對 你 磁型夠多次以後 for i in 1到 1000 好我們再執行一次他就會說force 什麼時候會force 回到這裡來 當他的 bench大於 你指定了epoc的時候他就回答false 那wile回圈是什麼勒 當你 這裡是true的話他就會執行 false就停止 所以你其實在做什麼 其實這裡就是請你把整個epoc 每個epoc全部執行完之後他才會停止 這樣可以吧 這行在做什麼 我們先reset 然後next 然後來看的這一行在做什麼 產生myvalue 這個myvalue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data 也有label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來 這個update的arg 這個是不是我們剛剛用那個函數 他在幹嘛 他在把那個arg換掉嘛 我們再看一次本來的arg array 本來沒有label也沒有data對不對 當我們update了之後 填進去了喔 填進去了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 來這邊就是關鍵了你用套件的好處就在這裡 forward 這就是向前 向前就是 一直到predict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 向後 forward 反向傳播法回去了 你給他這兩行他就是 向前向後算完了 算完之後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我的gradient 這就是我的gradient 現在這些東西我要更新 這是我的gradien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用update把當前的gradient 跟當前的wait 當前的wait長這樣 當前的wait長這樣 當前的gradient長這樣 注意件事情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用看BIOS就好了 我們剛剛指定的opminor是什麼 0.05的學習力對不對 所以 updater updater其實就是把 這個東西 來看著喔 0 0 減掉 0.05倍的他 為什麼是0.05在opminor這邊我指定了 這樣可以吧 我們看一下 經過這個函數得到的答案 updater我沒有執行 好來來這裡執行 執行 看到了吧 減掉0.05倍的 gradient這樣可以吧 減掉0.05倍的這個東西 但他一開始有個初始數值是這個 所以他變成了這個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updater就是幫助我們把 p度下降法那個東西算完 那我得到了這個之後我就可以把他再updater回去 注意這裡又再updater了 我本來的ARG 這還是原來的數字嘛對不對 我再執行一次這一行 看到嗎他被我更新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不是又可以再給他新的data 再重複一次這個過程 這就是 p度下降法 我們之前在學原理其實就在學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的語法設計人這樣是有原因的 這樣可以吧 好我 你們這樣感覺大概就感覺出來我如果一開始就直接教你們用這個 套件根本就不可能會用 因為你們不懂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好這樣可以了解他的意思 那我現在sauce完了以後 這個wile回圈做完了喔 現在我在做的話他就next就是 force囉 現在就是force囉 所以是不是已經做完了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看一下我的ARG 這個就是我最新更新到的結果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這是我最新更新到的結果 好注意件事情 一般來說我們會持續N個epoc 所以我可以在前面加個for回圈 這樣可以吧 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 我的這個my Iterator他有個reference output 這個東西是我目前的 Loss 這樣可以理解吧 我目前的Loss 我輸出的結果 我forward之後我其實就會得到他了 我backward才會得到提度 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存下來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大串 全部存下來 來 什麼意思勒來 I從1到20 然後 我每一次一拍開始前我都先reset 然後接著 BenchLoss等於Noon 然後 我 Wile我就執行 然後我的BenchLoss就一直 一直存下來 一直存下來 好我現在來執行I等於1的時候來執行一次 好reset到這裡來 我的BenchLoss 看著我的BenchLoss 他是不是把每個BenchLoss存下來 越變越小對不對 好然後 他告訴我現在的Cross Entropy Loss是多少 當前的Weight是多少 BIOS是多少 這樣可以吧 好我現在開始執行囉 我這邊改Messenger好了 看到了吧 當前的EPOC是多少 現在的Loss越來越小 小到這裡 好不動了 你看他 停止傳立體度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最後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可是他算20回去我們前面正面比他的20 是的回圈的這裡我解了20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就是 所有的步驟我們都已經拆開囉 所以剛剛那個函數 剛剛那個神奇的函數 其實就是這個過程 這樣可以吧 好有了權重以後 我們其實 想要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並不是 算出那個權重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還記不記得 你們在做機器學習紀演算法 這堂課的時候 大部分的套件 最後都會給你一個物件 就是 SVM model SVM 最後你就得到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你會很想要predict函數直接用他 對吧 所以在MxNet裡面我們怎麼把那個model給存下來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函數 我們想要把 Logistic predict 注意這個Logistic predict 其實是 Architecture的中間這一層哦 我們只要到這裡就好啦 我們不要算到Loss啊 我只要算到他的預測結果就好了 對不對 請你把它弄過來 然後你要把剛剛的這個 執行器把它放進來 這樣你可以得到一個 Logistic model 這個Logistic model裡面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 他的結構 這個結構是一堆亂數 他存在電腦裡面你看不到 但是你要知道你指定他的結構就是到Logistic predict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第二個是 他的參數嘛對不對 之後你的神經網路很大的時候這個東西裡面會有幾百萬個參數 所以千萬不要隨便print 現在我的model很小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print 看他裡面所有的東西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 好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哦那 首先你可以safe 你Logistic model你用MX modelsave 把它變Logistic 你看 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到 這裡 現在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我按一下Enter之後 他是不是這裡存下來了 我的model把它存下來 我要把它讀回來怎麼辦呢 MX model Load 把它Load回來 這樣Load回來了這樣可以哦 好然後來注意我怎麼去預測的哦 Predict Logistic model X array 這個X array 就是一開始的這個東西嘛 Dimension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預測 出來這個Predict Y 這就是我的答案來我看一下 1到10 好這就是他預測機率啊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他是否大於0.5跟WireRate做一個比較 好 這就是 我預測出來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這個 0的 Sensificity 大概是1000多分之883 Sensitivity大概900多分之 405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 這樣子 預測怎麼預測你會預測 預測是重點 那你 學習底層執行器之後 你是不是覺得整個過程更清楚 好不過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是 內建的Predict函數當然是很方便的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就是 呃就是你還是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要怎麼做來首先 這個 這個 預測這件事情啊 我跟大家講一下 原則上我們都是用內建的Predict函數 可是到了大概第10課附近的 第10課第11課的時候 你 用內建的Predict函數就沒有辦法出現答案 所以你現在還是要學一下這個東西 來注意一下 Logistic model 這個 裡面 這個東西 Logistic model 它裡面是不是有三個東西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這樣可以吧 他這個東西他可以GetInternal 等於AllLayers 這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 他的意思就是GetInternal 就是把他裡面所有東西都拆出來 這個 AllLayers Output 裡面有Data LinearPredictWeight LinearPredictBias LinearOutput PredictOut LogisticPredictOut 這個LinearPredictOut 假設我們想要這一層 輸出的東西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得到一個叫 LinearPredictOut 等於 GetIn 喔這個 這個 匯取這個東西你可以得到 他現在是第幾個 第四個對不對 我要GetOutput 把它變成一個 新的 變成一個新的這個 隱藏物件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然後我把 LinearPredictOutput 跟LogisticRepeatOutput 把它group起來 變成 再變成一個新的物件 這是新的 C++的物件 這樣可以吧 這是隱藏的喔 接著 我可以把它來一樣 又是 SimpleBind SimpleBind在哪裡出現 這裡出現過 對不對 你要產生 你怎麼知道他是隱藏的 你怎麼知道他是隱藏的 他現在這樣看起來 你看得出來他是什麼嗎 你看不出來嘛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他這個隱藏的物件 你是怎麼去產生他的啊 他裡面有 LinearPredictOutput 跟LogisticRepeatOutput 這樣可以吧 好來 這個 Predict的執行器 執行完了之後 這個東西就是你的執行器了嘛 你現在看不到他的 你只有看到他的ARG 他的ARG就長這樣子 他DATA DATA你要把他input進去 然後這個 然後注意他DATA形狀 我這邊要把所有DATA放進去嘛 所以他的DATA形狀是 2212212 這樣可以吧 執行器已經寫完了 後面就很簡單了 來看著喔 首先先把LogisticModel的 Parameter Update進去 Update完了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他的東西 這裡Update進去了對不對 好來接著 AUX Update進去 把XArray Update進去 這樣子這裡面 這些東西就有DATA囉 Forward 執行 IsTrain等於False 所以代表現在不在Train 現在是在 這個 現在只是在預測喔 好這樣子這裡面的 Reference output剛剛是 Loss function對不對 Loss的結果對不對 現在就是你的 現在就是你的 Linear predict output啊 這裡面有兩個東西喔 注意 因為你剛剛 Group裡面 你的輸出有兩個東西嘛對不對 所以你這裡 他會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Linear predict output 也是Logistic predict output 所以你可以把Linear predict output叫出來 Logistic predict output叫出來 這樣可以吧 這個東西的dimension 1 我們看1到 10 看到了吧 這是一堆Linear predict output的值嘛對不對 Logistic predict output的值 一樣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這樣子一樣 最後你出來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你就只是在執行預測嘛對不對 這就是預測器的底層執行器 這樣可以啊 好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 如果你 你如果覺得這個預測的底層 你只只會用這個的話 那做分類模型是沒有問題 但是未來會沒有辦法做物件識別模型 你就一張圖你希望 那個 你希望這個 呃 你希望這個 model 幫你去拉框 知道說這裡有個什麼 這裡有個什麼 那你沒有辦法 你這個就沒有辦法 只用底層執行器就做到了 就是你一定要寫到這裡來 沒有辦法用default函數 好 我現在想要給大家做一件事情 好 首先 熟悉一下底層執行器 請一路複製貼上到這裡為止 那最後你要可以predict 你最終是要可以predict 到這裡為止 那接著你還需要學什麼東西呢 我現在我剛剛是做邏輯思維規對不對 我的output是LVD對不對 現在我希望把 LVD改成 AMI是三個 AMI是三個 類別的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用到什麼 Soft Max Regression 這樣可以吧 還有另外一點是 我們剛剛都沒有分Training Set Vedering Set跟Test Set對不對 請你改成 請你把Data用 改成Training Set、Vedering Set、Test Set 那你用Training Set去 訓練模型 訓練模型就在這裡 這裡就是訓練模型對不對 然後 用Vedering Set決定一個切點 最後在Test Set上面驗證 這樣可以吧 這個我們之前做好多次了對不對 只是從來沒有用MXNet做過 你可能忘了Soft Max的損失函數 每MROG Loss的損失函數 長得這個樣子 好 給你20分鐘的時間 你至少需要到這裡來 你可以 不會練習2 練習2你不會你就用貼的 好不好 練習2你不會你就用貼的 但是你必須 你必須熟悉底層執行器啊 不然你之後的程式會非常難寫 練習2就是 首先你就先複製貼上 你把它分那個Training Set跟Vedering Set 這個 這個 沒有特別難 但是你要知道放在哪裡啊 你要放在這嗎 你得到Test Y之後你還有哪些地方要改 你剛這裡是WireRain 那現在是不是要改Training WireRain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還有第二個是 現在你這樣執行下來之後 你的Dimension是對的嗎 是不對的對不對 你要把它轉過來 這樣可以吧 好 怎麼轉呢 我沒有轉 那所以我是帶哪裡才轉 我來看一下喔 不可能啊 應該要轉啊 欸喔這裡已經轉好了 這裡已經轉好了 好 那 就是已經是後面那個軸才是那個 就是 Sample Size嘛對不對 這裡已經轉好了 好我的Iterator就需要 做一些相對的改變 主要就是把這裡啦 這裡要改Training 這裡要改Training 然後這裡這裡都 這裡都要改Training 這樣可以吧 因為我是要放Training Sample嘛對不對 全部複製貼上 然後在下面 把它貼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Iterator改完了以後 接著 那個 Model Architecture 你需要寫出 Softmax跟 Mlog Loss 你可能不見得找到那個運算符號啦 但不重要 因為 以後 你只要知道 Close Entropy 就去上課獎一貼 Mlog Loss就會上課獎一貼 那個 那個 就是 MSE 殘大平方盒 就去 上課獎一貼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其實你不需要 其實你不太需要記住 損失函數怎麼寫 因為損失函數就那幾種 對不對 好 Arctitial改一改 來 Optminer需不需要改 Optminer是隨便的 你可以不需要不改 好不好來 接著編寫底層執行器 一樣在run的這裡 我們把這裡改掉 好來 首先先build 一個執行器 2 20 3 20 注意哦 3 20重要的哦 因為 現在我們是三個類別 對不對 三個類別然後20個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接著 隨機產生這個 呃就是 Parameter 填進去 然後就產生updater 然後開始執行 Forward-Backward程序 OK按Source了 好 結束了對不對 他應該已經訓練差不多了 因為Loss不會再降了 所以應該已經結束了 好 那你是不是 接著你要怎麼預測勒 來請你把model 給他 抓出來 Softmax layer 抓出來之後 得到個Softmax model 這個Softmax model 我們再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來注意 以後我們的model很大 我們就不會再打開了 裡面有 那個 Parameter 然後裡面有一個 這個 物件 C元的物件 接著 Predict函數 我們直接用Predict函數 得到PredictY 這PredictY講的這個樣子 這個是 不是Nostemi Nostemi Stemi 對吧 這比例 好 那我們 得到他的Max column 這是他哪一個類別嗎 這個是Predict的類別嗎 好 答案有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預測 預測問題 看起來 是有一些變化啊 但是為什麼預測出來 是這個樣子 我們如果用ROC Curve的話 話出來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 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一點點ROC Curve的啦 對不對 還是有一點點 Around Curve 還是有一點點預測能力 前面這邊到底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對啊 因為他無論如何 這個 壞人就是 Nostemi 就是比較多嘛 所以說 我們那個AI 他預測的時候 他只是說 更可能是Stemi 但是他 還是 無論這個 這個還是有一些 這個是有一些變化的 有時候你看有時候會8級 有時候只有6級 對不對 他還是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別 但是原則上 最多的還是Nostemi 我要怎麼解決這個事情 因為我預測所有人都是 Nostemi 這是沒有意義的啊 第一個方式找切點 找切點 就是找一下 也許Stemi的 Parameter大於多少 Parameter大於多少 我就該認為他是Stemi 這樣可以吧 第二個 我們可以做什麼 Oversampling Oversampling Oversampling到底要怎麼改 我們之前講 其實那是在準備Sample的時候 要改對不對 準備Sample的時候要改 那就是改Iterator 那怎麼只改Iterator 在這裡 我先把 Y等於1的Y等於2的Y等於3的 總共有多少先抓出來 然後我要Sample BennySize除以3 Sample BennySize除以3 Sample剩下 然後我用這些樣本 丟 產生Training Data Data跟Label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只要改這裡 我只要改這裡 注意 我現在要做Oversampling 我只要改這些地方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我就改成了Oversampling的模式 我再按一次Run 好多了對不對 改起來是不是蠻容易的 這樣可以理解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覺得很容易的話 那就恭喜你學會了 這個你要MxNet要做 神經網路你就不會覺得那麼難 這樣可以吧 因為你很清楚Iterator應該怎麼寫 好這個這個都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我連改都不用改 這樣知道 好 那目前看起來 MxNet 完全沒有節省多少時間 對不對 實際上因為你還沒發現他的威力 我現在剛剛是Softmax Regression 對不對 我想要把它改成 有隱藏成的神經網路 怎麼改 非常簡單 來 Architecture這裡 Architecture這裡本來是 接到Linear就出去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我現在把它改成 我給你們上下比對一下給你們看一下哦 本來 Linear predict就出去了 現在Linear predict改FC1 FC1的Number of Hidden多少 10 代表10個隱藏神經原對吧 可以嗎 接著呢你要做飛行運轉換 一定要做飛行運轉換哦 這個可以理解吧 好飛行運轉換 我用什麼飛行運轉換 REDU 變成REDU1 這REDU1在丟進 Foly Connected Layer Output是3 這個就沒有問題 因為我要做Softmax了對不對 變成FC2 接著FC2去做Softmax出來 所以我上面刪掉 改下面 這樣我就變成了有 一個隱藏成 10個神經元的神經網路了 我再按次RUN 誒 有沒有好多了 中間的人變多了嗎 中間的人變多了對不對 是不是好多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可以熟練操作這裡 這裡是真的是比較難一點 準備Data這件事情真的是比較難一點 但是 他所需要的技術是 RUN的基本功 他不是 不是我們最 我們現在感覺到最頭痛的一定不是如何寫RUN 而是我們對這個Deep Learning的那個數學 有點不太了解 但是 RUN的基本功就可以幫我完成Data的準備 準備Data本身不難 或者說我們之前已經經過大量練習 那現在要做Deep Learning Model我只要把這邊稍微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是不是變得很簡單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這個完全不需要改任何Code的你就可以執行出來 準確度有變高 這樣可以吧 你有沒有發現這真的是真的是沒有那麼難 你其實不用一直貼 你只要改一些地方而已 但你基本結構要了解所以這節課很重要 這節課回去你一定是要大量的就是去熟悉整個過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好那我們現在 學會了 Linear Regression Loginary Regression Self-Made Regression 我們最後再也需要再講 我們現在想要做存活分析 存活分析來 你還有沒有印象 之前我們在做 Deep Learning Model的時候 我們是用我們在機器學習機演算法部分 我們是不是用了一個叫N-Net的 這個 套件 那個套件 他有多少限制 第一個他只能夠一個一層生嘛 對不對然後好多參數都不能調 他不能正值的話 不能這個 不能指定那個 學習 學習率好像可以指定 Bench Size不能指定 各種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做存活分析 現在有了MxNet 你到底可不可以做存活分析 邏輯上不難 我們就是要把 這個 預測行數寫出來 損失行數寫出來 Data準備好 這不就解決了嗎 所以 可是 你現在仔細講講Data要怎麼準備好 在很久以前 在很久以前 當然就是有些人沒有上機器學習機演算法 我們的第九課 我們是不是有好好教你 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他到底要怎麼做T度下降法 推導球姐這邊我們講了一大堆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T度下降法 我們在這裡是不是做T度下降法 看起來就很像T度下降法 對不對 所以Data要準備成什麼樣子 這個樣子Data不好準備 因為Data要準備成這個樣子 而且也有Label、Mask 麻煩 損失行數 又非常的複雜 損失行數又寫成這副女的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 用神經網路做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聽起來是可行的 但是為什麼那麼少人做得到 因為他真的複雜 而且最重要其實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事情 不只是他複雜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可以想像 如果 寫程式能力誰比較好 一定是資工系的人寫程式能力比較好 他們 極少遇到存活分析的問題 你可以想像在工廠裡面怎麼可能會有miss follow up 這種事情 對吧 他們幾乎沒有存活分析的問題 所以對他們來講 二分類多分類 Linear Predict 這樣子夠用 所以存活分析問題 你一定 你一定就是我們在醫學院裡面才遇到 所以我們要自己去了解說我們怎麼把 Cox Model給寫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 我跟你們講你會了這招以後 這個 這個 就是 至少這個 以後 如果有人自己出去工作或什麼 這個你就多了一項技術 這個會的人就非常少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首先一樣嘛我們先把 DAS跟TIM 把DATA先準備好 把DATA先準備好 這絕對沒有問題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Itherator這裡 把DATA先準備好 好到這裡為止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Training X長什麼樣子 好 年紀跟Rate嘛對不對 那我們的Training Y長什麼樣子 Training Y的1到10是在這裡 TAN跟DEX這樣可以吧 好注意 你這個好像他好像要經過一些 複雜的轉換嘛對不對 那個複雜的轉換 要轉成什麼樣子 如果你忘記了你就 你就如果沒有學過或忘記了你就看那個 第九課的那個錄影好不好 你可能要再回復一下印象 我們直接給你看 他到底需要什麼轉換 我們先給你看直接使用套件預測的結果 答案是 0.68 0.34 這樣可以吧 你需要這個函數叫survival encode 這是我們對Y的特殊編碼方式 你要寫在這裡喔 好這個函數為什麼寫成這樣子 請你回去看那個就是 就是第九課三課講義我們這裡不講 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如果我把survival encode 我把它輸入 Training Y的 1個 1到 他是先event還先碳 好像先碳喔對不對 好 先 6 我們就 10個樣本就好了 10個樣本 然後2 Training Y 1到10 1 1到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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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還記不記得我們要怎麼試這個Iterator先reset嘛對不對 先reset 1nex Value 這是我的mask 這是我的label 這是我的data 這三個東西要組成一個 損失函數對吧 好來 Arctitial怎麼寫勒 預測函數的部分非常簡單嘛 Data進來 然後就是Fully connected的E嘛而且不要BIAS 注意不要BIAS Dentancy很重要 Touch model有BIAS嗎沒有 所以我這邊No BIAS要寫Tru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接著勒 這個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的Loss 實在是太複雜 你們上次看這裡就知道看起來就多複雜了 就長這不得心啊 這是求導函數 那這是Loss Loss function長這樣 太複雜了 沒有關係 我已經寫好了 你只要用這個函數就好了 你只要知道這個函數你只要Input Data Label跟Mask 那他就會幫你把 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Ross 做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把它縮起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用 Label 準備好 Mask 準備好 Data 把這個Predict丟進來 然後Label丟過來 Mask丟過來 然後這個產生Loss 對吧 接著 這個Loss 存完了以後我們來看 來這裡你當然這裡就要改做一些改變 這裡你需要做一些改變 這裡為什麼寫500 真的500太多了吧 Benz Sites 500 500太多了 好不好 我們這裡 20就好了 不要 呃 我們好我們就改500好了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500 因為 你那個 我因為我想要跟我在這裡我想要讓你跟這個就是 就是 我想要讓你比較就是 直接用COX PH這個函數做出來的 結果 跟 用這個 MXNET做出來的結果 他們有沒有差別 那Sample Size要很大 他才會幾乎沒有隨機性 不然隨機提出下用法 會到處亂走 所以我這邊用500是有原因的啦好不好 我們就用500 注意一下Label是500x500 因為他經過了一個encode 他這裡會做一些改變 好我到這裡我先stop Loss越來越小了對不對 Loss是不是越來越小了 小到有一定程度不動了好結束了 我們做完了做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結果 644344 來答案我們來跟比較一下答案 夠接近 那你如果都會做這件事情呢 你做到這裡為止你會了 那接著我現在請你做一件事情 請你第一個你貼到這裡為止之後 你試著把現在這是COX model對吧 我想要請你做COX版COX model的neural network 你必須把他加隱藏成進去 你會不會覺得很簡單 你已經做到這裡了 我已經幫你把語法寫到這裡了 請你從頭複製到尾 這裡複製到 這裡 求解答案有了嗎對不對 接著把 接著把神經網路做出來 注意件事情啊 剛剛的500實在太誇張了 請你把這邊都改50 好不好 把所有看到500的地方都改50 不然你可能會跑到天荒地老 然後這個 Iterator這裡也改50 這樣子的話你可能會跑快一點的 然後 請你更改Arctature 把本來是 COX Proportional model 改成神經網路 神經網路就加隱藏成進去沒有什麼難 剛好我們已經示範過 怎麼把Soft Max Regression改成 這個 Deep Lending model 對不對 好 我們把時間換給大家 這一題啊 就是 如果你只是要把 就是COX model改成 就是 就是neural network版的COX model 那其實你只需要加上這幾行就好了 這其實不難 在這裡 本來 直接Data進來就predict 對不對 好我們變成 Data先進來 Fory Connected 被FC1 這邊 Number of Hidden 10 然後這裡 這個FC1 然後丟到reliu reliu之後再丟回 Fory Connected number of Hidden 1 注意這裡就不可以有BIOS 這個時候可以有BIOS 這個時候這裡就不能有BIOS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一樣 我們這樣儲存完了之後 直接按ROM 我們就可以 怎麼會不行 我拿哪裡還是500 哦 我拿不到 直接打你了 哦 欸有沒有覺得Loss降的比較多啊 好像蠻厲害的對不對 好來 Loss降比較多 我們來 最後我們出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下面是有問題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目前為止啊 我們得到的 欸為什麼不給我 好我剛剛打錯了哪個字啊 少一個S啦 來這個 這個Label是什麼 我們就不管了嘛 對不對來重點來 他這裡是不是有 Final Predicted Weight 然後 FC1 Weight跟FC1 BIOS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神經網路的參數 然後注意 他這邊有Label 這邊有Data 這裡還有個東西叫Mask的對不對 是不是他這裡還有個叫Mask的 所以你必須注意一件事情哦 就是我們在 我們等一下在預測的時候 Mask也要拿掉 好我們來看一下哦 我們接著 這樣預測 做完了之後我們要預測嘛 我們先拿PACOX model拿出來 好他的這個神經網路還算小啦 所以我們還可以直接展開來看好 這個時候是有一些 雜質的對不對 是有Mask Mask不能用 我們要把Mask丟掉 對吧 好那所以說 我們需要把Mask拿掉 這個 ARG parameter裡面 我們要把屬於Mask的部分拿掉 再重新填回來 這樣我們的Cox model就乾淨多啦 現在就可以拿來做預測了 拿來做預測 預測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在VDset上哦 預測出來的東西叫什麼 是一個Score嘛 對不對 Cox model出來的結果是一個 Hazard Ratio對不對 Log之後的Hazard Ratio Hazard 這個人的Hazard 數字大就代表他危險 數字小就代表他 比較OK 這樣可以吧 好 這是我們預測出來的結果 我們可以用他來做 Cindex 我們發現Cindex是0.75 那如果我們直接用 傳統的Cox model 我們預測出來的是0.74 準了一點點對不對 為什麼準了一點點 因為我們用神經網路 對不對 神經網路為什麼比 Cox 神正一般的Cox Proportional model來了準 因為他要隱藏層 隱藏層可以拿來幹嘛 做非線性預測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為什麼今天 學了半天 我們到底在學什麼東西 我們在學的是 如何建立一個非線性模型 那我們很清楚 X跟Y不是永遠都線性 所以大家知道我們到底在幹嘛 可以吧 我們今天 搞了半天關鍵 我們 今天用mxnet 從頭到尾 再從 Linear Regulation Logical Regulation Softmax Regulation 跟Tax Proportional model 我們學了半天 我們最重要 今天要學到的東西 就是 這一個擴展 我們會用 mxnet做 上述四種model以後 我們很輕鬆的可以做出多層感知機 而且也可以做出 Ca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版的多層感知機 這樣懂我的意思 而且我們還學 我們mxnet還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 我們在Iterator 我們想要怎麼改就怎麼改 我們可以 重新整理我們的 Data 我們可以做 Oversampling 想要做Argumentation也可以 那我們之前前面三節課所有理論 都在告訴你這整個流程應該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在這裡改這個東西到底 跟我們之後的改變到底是什麼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 基本上都是上到這裡的 你們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去 做些練習 我要告訴大家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最後想要學會開發 我們最後一定是用mxnet 來進行開發 我們不可能再 自己寫底層函數 這樣知道吧 所以我們必須熟練的操作mxnet 他這個學習是痛苦 你大概會經過一兩節課的痛苦 而且你回去可能會花一些時間 去熟悉他 我是很強烈的建議你熟悉他 在熟悉他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我們前面三節課講所有東西 其實都跟他有關 為什麼 因為 你就會發現為什麼他是把 運算流程寫成這個樣子 因為T度下降法的整個流程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 Don't worry 你如果這節課學一學 我建議你回頭 我們經常是這個樣子 這節課你稍微學習 你mxnet有點熟悉之後 你再回頭看前三節課的影片 你會非常有感覺 原來這邊就在講 這個mxnet的哪裡 那如果沒有學理論直接教你mxnet 那你幾乎是不可能學會的 不可能什麼東西硬貝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 學到這裡了 mxnet有個好處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現在是沒有必要用gpu的啦 因為現在的model都很小 如果 你要用gpu你只要在這裡改掉就可以 cpu改成g c改成g 他就可以用 夠簡單的嘛對不對 gpu code 是很難很難寫的 但是這樣我們就很容易就可以去連接他 這樣可以吧 好 下一節課 我們會好好的講T度消失問題 我們就已經學會mxnet了 在進入 卷機神經網路之前 卷機神經網路就專門處理圖片的 這我們之前 所有的課程都沒有教到 如何 去做圖片的運算 那你需要卷機神經網路 那個我們還沒教到 在教卷機神經網路之前 我們想先教大家如何解決T度消失問題 我們我們已經給大家看過那個那篇paper 那邊解答的paper 2016年到現在9萬多次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會好好講這篇 這個如何去解決這個事情 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